气候变化已不再是遥远的未来 新加坡,一个岛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海拔紧五米之下 面对这一全球性危机,它将如何应对? 答案令人激动,新加坡正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基建突破首次建造海岸防护墙 这一宏大工程不仅是防御自然灾害,更是保护国家发展命脉的关键措施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这项跨时代的工程 它不仅关乎安全,还为环保,城市规划带来了革命性的可能性 防护墙究竟如何运作?为何选择这些海岸线位置? 新加坡还能成为其他沿海城市的榜样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让我们看看问题的严重性 科学家们预测,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可能上升1至2米 对于低洼岛国新加坡,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数字 在过去50年,新加坡的平均海平面已经上涨了约14厘米 并且上升速度在加剧 研究显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 到2050年,仅一次极端风暴潮 就可能导致2030%国土遭受严重淹没 尤其是南部冰水区 它是新加坡的商业核心 住宅密集区域 还有全球著名的旅游景点滨海湾和盛陶沙岛 一旦遭遇大范围淹水 新加坡的经济 生活和未来发展将受到毁灭性打击 作为低洼岛国 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用前瞻性的规划保护我们的海岸 而这 就是新加坡的战略核心 建设海岸防护墙 保护这一岛国的生存根本 听到这里 你是否感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那么新加坡是如何制定一个耐久而创新的解决方案呢 为了应对未来的海平面上升风险 新加坡计划在南部冰水区建造三道海岸防护墙 这些位置的选择经过了严密考量 它们不仅是未来海洋灾害的一损点 也是国家经济与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域 让我们来逐一了解这三道墙的布局和功能 第一道防护墙将连接本岛与布拉尼岛 这个区域覆盖了滨海湾和周边的住宅 商业区 比如知名的新加坡金融区 以及艺术科学博物馆所在的地带 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市中心不受高潮与风暴潮侵袭 同时保证城市的经济动脉畅通 第二道防护墙连接布拉尼岛与圣桃沙东部 辐射了新加坡几乎所有标志性的游客圣地 圣桃沙岛不仅是本地居民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 也是一个充满绿色保护空间的区域 从环球引城到海洋馆 这里的未来发展高度依赖防护墙的支撑 最后是第三道防护墙 将连接圣桃沙西部与本岛 这一设计将进一步强化南部冰水区的整体韧性 不仅保障生态 还具备长时间支撑的能力 这些防护墙的核心技术是水闸系统 这些闸门通常保持开放 以便船只自由通行 确保水纹环境正常流动 而在风暴潮或极端天气来临时 它们会迅速关闭 保护整个区域免遭洪水侵袭 这一技术借鉴了伦敦泰晤士和防洪墙的成功经验 同时适配新加坡的特殊需求 可以说是创新与效率的完美结合 新加坡的防护墙不仅在技术上极其先进 还将与周边的生态区和城市规划相辅相成 在这里 未来的设计不仅是应对挑战 更是一种优质共存的创新 我们接着往下看如何与发展战略协同 防护墙的建设远不只是单纯的灾害防御 它还与新加坡的未来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例如 圣淘沙岛早已被规划为 未来的休闲与娱乐圣地 防护墙的融入将不仅保护海岸线 还进一步促进圣淘沙的整体升级 而张仪海滩不同于南部冰水区的高密度布局 它象征着新加坡与自然的连接 这里的规划采取了更柔性的方法 比如提高低岸或建设多功能缓冲区 同时 避免扰乱公众沙滩和生态区 这意味着 防护工程不仅是安全屏障 也将是适应自然 与环境形成更和谐共生关系的缩影 这种创新思维是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独特亮点 新加坡的目光不仅停留在眼前 而是布局整个未来 东海岸公园外的计划填海人工岛 长岛 正是这一前瞻性的体现 除了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空间 这项填海工程还要作为抵御海平面上升的屏障 这一项目预计耗时数十年 每一步都要求研究团队 确保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大融合 这座岛屿不仅可以抵御百年大潮 还将成为新加园 新休闲空间的象征 新加坡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为全球沿海城市树立榜样 通过科学规划与创新科技 共同迎击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面对未来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参与到这场环境保护与适应的战役中 你认为新加坡的海岸防护方案是否足够创新 对此有没有其他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 同时别忘了点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关于全球基建与环境发展的深度报道 我们下期见